大家好,我是豬仔包,我们来玩刀剑实用剪命空弹 我好像错过了拿最后胡心腐的时间 所以就去不到Happy Ending 所以打了第三次普通结局 看看这次能否拿到这个胡心腐 进入Happy Ending 哦,果然是 所以这样的话 是应该打完第一个结局之后就将基本和剧情要刷满 原则上要刷的是 要全部剧情 起码升到四级 不知道是否刷得到 应该一开始带着他打,很容易 熊叶需要 杰尼斯卡需要 伊斯奇需要 巴赛周 就是这个Q 需要 同仁好似乎是需要四级的 即是他有些剧情 即是需要四级 有些剧情组 尼斯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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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普通模式下 阿基尼好像没有 但我还是最后刷到RAM4 因为我刷到RAM4 上面的肯定是RAM4 70%以上 都是陪水剧情的肯定 有些没有陪水剧情 同仁那些不肯定 但是 你刷到RAM4 的话 你带他出去 打野都可以 不太难 我们就 看看 就是说 有些人 都是要打多一次 就是说 有一个可能是 回索完之后 就不要再推任何的剧情 推过任何的剧情 我们剧情都是错过了 拿那个护身符的时机 所以有可能是 打完两个 结尾之后 再 回来 回来这个位置 就可以 即是连 这里都不能再推进了 因为一去了 后半部 就拿不到护身符 那 那 大致上 呃 拿那个护身符的条件 就是这样 那 据说呢 就是 拿完护身符 打到最尾的任务 那 他就会叫奪命空弹 就是这个游戏的名字 那就 另一种说法就是 要没有那些绿色的 那些 那些 说话的符号 就是有任务的符号 那 图里面有一个绿色的 那个是不算的 那个就是 你要 装修你的房间 但是那个是要DLC才有的 所以这个是不算的 其他的东西呢 你是拆到 总之拆完剧情 看完剧情就好 就 就原则上 在这个时间点 就可以拿到这个护身符 那 今集就先来到这里 我就再 哈哈 打底四次 你一拍 哈哈哈哈 有点不太想打 但是 不要紧要 你看一看这个 真正的结局 我打完再继续 拜拜